美国联邦检察官周一在陈述案情时指出 华裔科学家胡安明对美国政府隐瞒其在北京工作的同时 已在田纳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并接受了美国航空即太空总署的资助 这是美国司法部门首次对类似案件进行审判 胡安明面临三项电信欺诈和三项虚假陈述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将面临最高20年的刑期 美国政府于2011年立法禁止NASA等机构 为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中资项目提供研究资金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